太意外!一奥运冠军在转会市场上无人问津,国家队望她重回巅峰。 目前为止,排超四强只有天津女排确定了自己的演员名单,郑一新和杜青青两人也早早与新东甲会合,并立马投入到了天津队的训练。 而其他三支球队虽还未正式向外界公布,但可以肯定的是,中国女排现役国手是她们的首选,其中丁霞和袁新月两位奥运冠军更会成为转会市场的相拨拨。 现如今,四强之外的球队还存在许多实力派国手,在外界的猜测中,除了丁霞和袁新月之外,像孙海平、胡明媛、刘燕涵、王孟杰等人都有望转会出去。 但与此同时,还有两名奥运冠军很可能不会参加半决赛,她们分别是严妮和林立,不过由于严妮身上有很多老伤,而且她是为了国家队才选择继续坚持,因此她没有转会并不足为奇。 而作为奥运冠军最佳自由人,林立本赛季似乎没有得到四强球队的青睐,过去她和郑一新两位福建女排的球员一直是各队轰抢的对象,林立至今无人问津,还是让人颇感意外。 众所周知,自由人过去是中国女排非常薄弱的一环,正是林立的出现才使得这一问题得到大大改善,球队里约周期能拿到世界杯和奥运会两项冠军,绝对离不开林立在后排强有力的保障。 然而从去年开始,林立的状态就呈现下巴趋势,即便是其擅长的异传环节,也经常出现不稳定的情况,在国家队最重要的是锦赛上,她的主力位置出人意料地被王孟杰所取代,这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球队后排的保障水平。 而回到排超联赛,林立的状态依然比较低迷,从联赛第二阶段的技术统计来看,林立的一传道未帅仅有53%,比王孟杰,王维一,倪非凡等自由人都要低出不少,显然这与她最好的水平存在很大差距。 如今,王孟杰已经成了中国女排的主力自由人,但她的实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,而孟子选,倪非凡等国家对新人又稍显质嫩,他们恐怕得等到下个周期才能被委以重任。 因此林立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女排依然非常重要,如果她能回到巅峰状态的话,那球队东京周期的征程肯定会更加顺利。